但是今天我们要今天我们跟今天讲一个大学 这个是我跟品荣读的大学 18岁到22岁读大学 但是大学之后你可能会读硕士 会读博士 那我跟品荣呢 我们在同一个大学读书 我们是读硕士跟博士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大学 这个大学长这个样子 它的logo长这样 你看到这个logo长这样子 这个大学只有20年而已 它的历史只有20年 20年25年 很短很短 大概20几年对不对 应该20到25年左右而已 就是很年轻的大学 这个大学 它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地方 它这里下来英文字 就像C 这个像C 这里 就像C 然后这里有一个这样 像N CN CN CN是什么 China 是吗 CN CN 那它是季南 季南 你可能会看 它是写这样 一般汉语拼是季南 对不对 季南 嗯 这个学校 它更加不跟它写 它就写季南 它一样念季南 但是它写字季南 哦 它是季南 季南 所以你如果看到 你如果看到 一个大学叫 NCNU的 就是这个大学 国立季南大学 国立季南大学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大学 季南大学 我跟品荣 一起读书的大学 OK 这是季南大学哦 季南大学在台湾 但是它在台湾的哪里呢 它在台湾的哪里呢 你看看 在中间吗 这里是吗 在中间 我记得是在中间 中间 那你记得 你那时候从越南 到台湾来的时候 那个机场 你是飞到哪里 那个机场 你不要来的机场 你不要来的机场 那时候我记得 我从桃园机场 那时候我记得 桃园 桃园机场是在哪里呢 在北部 在台北 在台北 桃园机场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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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台北 在这边 到桃园机场 在这边 那刚刚说 季南大学在中间 是 是 那你记得 你记得 你从桃园机场 到 西南大学 你坐车子 你坐车子坐多久 你记得吗 我还记得 我坐车子大概 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那么久 怎么拿 不是 是因为是有人 拆我们 有人拆我们 然后我们一边 开 然后有时候停下来 然后因为我们是刚来台湾嘛 对 好好哦 六个小时 吃 一边吃 然后一边看 怎么那么好 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从 从 机场到 南投 这是南投 中间 六个小时 如果 如果不玩 如果不玩 不看 不吃东西的话 大概 从桃园到 这个地方 大概 两个小时 哦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先到台中 嗯 桃园到台中 这边看 桃园到台中 嗯 台中再进来 一个小时 大概三个小时 嗯 两三个小时 就到 这个地方 嗯 所以 嗯 我记得那时候 我是我从 台北嘛 然后到台中 然后停下来 一段时间 然后再继续 哦 哦 那么好 有没有时间 可以慢慢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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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那 那 嗯 嗯 因为到了这边之后 你马上 你就直接到学校去 还是你到 那个镇上 普里镇 嗯 在普里镇 在普里镇 普里镇 然后这里有一个镇 叫普里 嗯 这个平庸 刚刚是从 从机场 要先到台中 台中再到普里 再从普里 然后 这个济南大学 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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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里在这边 他在山上 他要上去 对不对 是 他从这里 他要爬山 他要上去 嗯 嗯 那你记得 从这个 山下 到山上 多久了 你有坐车 坐车 大概是 半个小时吧 哦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哇 这个学校好远 但是 但是 很远很远很远 但是 他就 空气很好 是 空气很好 然后 有 有小鸟在叫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大学 那你可以想象 他是在山上 很远很远 如果说 但是也还好啦 因为台湾 就是 那么小 台湾那么小 你有 平常那时候 有 从台湾这样走一圈吗 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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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他 他从台湾这样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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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圈 大概半天 十二个小时 你就可以开完一圈 如果开车 你就不停的话 十二个小时 或者你就做 做火车 做火车 你可以这样 火车 做火车 所以 还是很小 看起来很大 很远但是也是很小 嗯 那 这个学校呢 因为刚刚说 刚刚说在山上 对不对 学校在山上 这个 学校在山上 然后下面这里有很多 土里 土里就是那个小镇在这边 有很多商店啊 什么的 那 从这个商店 从下面这个土里 你要到学校去的话 你有什么方法 你那时候都 你平容那时候都怎么去学校 如果要从土里到学校去的话 我通常是坐校车还是急摩托车 第一个是校车是吗 校车 那学校的公车 你记得学校的校车要多少钱吗 十块 十块 十块钱 那多久会有车子啊 多久会有一次车子啊 嗯 多久欸 我忘记欸 大概 真的忘记了 大概 我记得 那时候以前那时候 好像是30分钟一班 好像 如果比如说 就是8点30一班的话 那现在班就是9点 那时候 那现在班就是9点30 那现在班就是10点 那现在班就是10点 那是这样 坐校车 坐公车是一条 那你刚刚说 你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你怎么要从土里到大学去 啊 坐校车 坐校车 那坐校车 那你还有坐校车吗 啊 急摩托车 有时候我骑摩托车 哦 你怎么越南可以在台湾骑摩托车 什么 你有驾照吗 那时候有 以后以后我才去考 考又了 我才敢骑摩托车 你有驾照吗 有驾照吗 有驾照 有台湾摩托车 有台湾摩托车 有驾照 有驾照 有台湾摩托车 有駕מh 那你骑摩托车 都没有驾照 有黠��vil 有戴安全帽 有 有戴安全帽 Stele 那你騎摩托車從埔里到大學多久? 大概20分鐘 那騎摩托車比較快 還是坐校車坐公車比較快? 我覺得是騎摩托車比較快 那摩托車你要加油 你是不是要加油? 你加油在這邊 加油花比較多錢 還是坐公車花比較多錢? 騎摩托車不要花錢 我以為這個比較花錢 但是摩托車比較花錢 這是兩個方法 你可以從這裡到山上去 那可以走路嗎? 你可以走路去嗎? 我沒有走路 走路太遠了 走路太遠了 走不到 可以騎腳踏車嗎? 騎腳踏車 嗯 可以嗎? 可以 但是我沒有腳踏車 沒有腳踏車 我覺得腳踏車不行 太倒了 對對對 這樣太倒了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我腳踏車好像不行 我覺得腳踏車不行 從圖裡到大學去 對 那 我們 今天我們就進到大學了 我們現在進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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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大學裡面有什麼 這個大學很大 我覺得這個大學很大 因為 在台北的大學就很小 我不知道在 越南的大學大還是小 胡志明大學 胡志明大學 國家大還是小 我的大學是兩個校園 在胡志明是比較小 但是在 在另外一個地方比較大 那你覺得濟南大學是大還是小 大啊很大 我也覺得應該算蠻大的 那麼 對吧 我們走 那天 從圖裡 坐車上來 到這裡之後 然後他會有一個門 他會有一個門 進去之後 再換一下 他的路是這樣一圈 他的路是這樣走一圈的 然後這邊 這邊有一洞 嗯是 這裡也有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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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 這裡還有一洞 這裡也有一洞 你看有沒有漏掉的 這裡 這裡還有一洞 你這樣記得哪裡是哪裡 我還記得是剛進來的時候是科技學系那邊嗎 對 如果你從大門這邊進來的話 這都是學一些做電腦的 跟做電腦有關的 電腦跟化學有關 或者化學的是嗎 嗯 化學 或者是 土木工 土木工嗎 那邊 或者蓋房子的 對對對 你可能會做跟蓋房子有關的 嗯 或者跟做手機有關的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如果是讀化學的 讀資訊的 嗯 土木的 做帶房子的都在這個這個地方 你從這個大門進來之後 都在這一塊地方 那 從這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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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記得這個是什麼 這個 你記得是這個宿舍嗎 宿舍在這 宿舍 那時候是宿舍 欸 男生女生是在同一間嗎 沒有 同一邊 但是不一樣的 一邊是男生宿舍 一邊是女生宿舍對不對 這是大學嘛 大學的宿舍 大學的宿舍 這裡宿舍 大學的宿舍 跟研究所的宿舍 是 宿舍 宿舍 你的宿舍是幾個人一間 兩個 兩個人一間 是 一間房間 這裡是平隆睡在這邊 另外一個人睡在這邊 是 跟平隆的朋友 一間睡兩個人 嗯 對不對 還有桌子嗎 對不對 是 下面有桌子 我覺得 激南大學的宿舍很大 沒有桌子 可以讀書 這是宿舍 男生的宿舍 女生的宿舍 大學生的宿舍 跟研究生的宿舍 OK 是宿舍 那 你記得圖書館在哪裡嗎 圖書館 圖書館是在科技學院那邊嗎 在過來這邊就是圖書館 對圖書館 看圖書館 看圖書館 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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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想去圖書館看電影 圖書館看電影 圖書館 很冷氣很涼 對 對 圖書館看電影 圖書館 然後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約會可以一起看電影 那這個你去餐廳 餐廳是 吃飯的時候你就到這個學生餐廳 吃飯的時候 你可以吃飯 你這樣畫是我們是學生活動中心在哪裡 這裡 在那邊 這樣出來對吧 餐廳在這裡吃飯吃飯吃飯對不對 然後剛剛比農說還有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活動中心有什麼 學生活動中心有可以學很多是其他 學生活動中心有游泳池 我喜歡游泳池 那你可以跳舞對不對 嗯 還有那個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運動的你有去過嗎 有 在樓上 在一樓 在二樓 二樓有一個可以運動的 你有玩過這個嗎 然後他會兩隻腳在那邊這樣 有 有 這個蠻輕鬆的 運動是蠻輕鬆的 很瘋 他有一個長這樣 然後在這裡拆 然後上面一個 然後上面一個 一直轉一直拆一直轉 像騎腳踏車這樣 是 他有一個像這樣 然後在上面 就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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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一直跑一直跑 跑步機 是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是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 取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舉重 舉重 好像 東京奧運 奧林匹 泰國就有舉重的 越南也有舉重的嗎 有 越南也有舉重的 台灣也是舉重的 就是 因為舉重的好像 比較少人 人比較少 舉重的人 大家都喜歡比賽這個 學生活動中心 嗯 餐廳 學生活動同一間餐廳 學生活動同一間餐廳 那你上課的地方在哪裡 你上課的地方 我上課的地方 在 這個 上面 對 在那邊 對 是 這個 這是 他是 教育學院 教育 教育學院 嗯 就是要當老師的對不對 嗯 他教 ABCD 當老師的對不對 教育學院 這是教育學院 那我讀書的地方 我讀書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我們就學 就是有人學中文啊 有人學英文 有人學泰文 嗯 有人學越南文 就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 這地方 哦 這地方是 學那個算錢的 算錢的 哦 做生意的 這個地方 嗯 所以做生意 學賺錢 學算錢 學 學 什麼 買 買東西 比如說買炸雞 買雞腿50塊 買麵50塊 那你要扣 是管理學院 那邊是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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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院 人文學院 科技學院 那這個是 晉南大學的地圖 嗯 那 這個 這麼 這是晉南大學的地圖 那 你記得 那是 這晉南大學 他雖然他只有25年 對不對 他只有25 他只有25歲 哎 這個大學只有25歲 比你還年輕 哈哈 可是他這個大學 他有一些 姐妹笑 你知道姐妹笑是什麼嗎 嗯 姐妹笑 姐妹笑是姐姐的妹妹嗎 姐姐的妹妹 對對對 就是姐姐跟妹妹 你有姐姐妹妹 哥哥弟弟嗎 有 我有 我有姐姐 我也有哥哥 我沒有妹妹 我也沒有姐姐 你有姐姐 你有姐姐 你有哥哥是嗎 有 我有哥哥 那你沒有妹妹 沒有ategory 沒有經歷 沒有 沒有姐姐 沒有也沒有弟弟 我也沒有 wanderer 然後上面就是爸爸 對 真的 這是平鴻 那 我 我 這是爸爸 這是媽媽 下面是我 这是我 然后我有一个妹妹 妹妹 那品荣有姐姐 我有妹妹 她是姐姐跟妹妹 姐妹姐妹姐妹 那可是我们刚刚怎么说 济南大学 济南大学他怎么有姐妹 姐妹校是什么意思 济南大学姐姐 济南大学的姐姐 济南大学的妹妹 他们是交换生吗 可以交换生 对对对 可以去交换生 比如说 济南大学 然后 他跟 比如说 越南有一个姐妹学校 越南有一个姐妹学校 他叫胡志明国家大学 嗯 胡志明国家大学 所以济南大学有一个学生 比如说 叫 Dickey 然后 越南胡志明大学 有一个学生 叫 品荣 品荣 然后 他是 金南大学的学生 Dickey 他就去 越南胡志明大学 读书 然后品荣 胡志明大学的学生 他就到 金南大学 读书 两个交换 嗯 是 所以他就有姐妹校是吗 是 哦 姐妹校 哦 那 你知道 除了 胡志明国家大学之外 还有哪个大学 是姐妹校 你知道吗 嗯 河内 河内 是 国家大学嘛 哦 河内国家大学 姐妹校 河内国家大学 还有一个 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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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是 北中南各一个是吗 在越南 是 北中 哦 各一个 那 这是越南 有三个姐妹学校 对不对 三个 大学的姐妹学校 那 你知道泰国也有姐妹学校吗 跟金南大学 有几所大学 很多 哦 二三四五六七 在泰国有七个 哦 在姐妹学校 啊 那你给你做 第一个 是朱拉隆功大学 他们是姐妹学校 金南大学跟 朱拉隆功大学是姐妹学校 所以你如果 如果我在金南大学读书 我就可以交换 我就到 朱拉隆功大学读书 他说朱拉隆功大学学生 你可以交换 就到 朱拉隆功大学读书 嗯 还有一个 啊 这是 法政大学 可能 可能 可能你要听 他 他原本是 Tamasa 啊 政大学 他个名字就不太一样 因为他讲成中文 就是法政大学 嗯 那还有一个是 可能 泰国的同学 可以猜猜看 这是 兰刚衡大学 兰刚衡大学 那你们知道 兰刚衡 嗯 你猜猜看 猜猜看 哪一个大学 是兰刚衡大学 你们知道吗 泰国的同学 你们知道吗 你猜猜看 他跟他 他讲泰国的时候 也跟这个名字很像 兰刚衡大学 也是姐妹学校 季男大学 你们想一下 等下 等下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一个 就是 这个名字差比较远 一个是 中文他讲叫 华侨 崇盛大学 华侨 大学 华侨大学 是华人 华侨 都华人 这也是在泰国的大学 跟近南大学 是姐妹学校 还有一个大学 是 亦三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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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泰国大学 是姐妹学校的大学 今天呢 今天呢 我们介绍了 近南大学 还有 大家 我们在不同时间 比如说 在越南 他读书 在大学读书的年纪 跟 在台湾 读书的年纪 还有在台湾的学费 在越南的学费 还有介绍了大家 在济南大学校园里头 这个地方 我忘了讲 一个地方我想讲 那时候忘记了 下次再讲 就是游泳池里面 游泳池里面有那个 我很喜欢去的 你们知道这个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坐在这里 哦这个spa吗 是烤肉吗 刚刚讲游泳池 想要讲忘记的 考像 可以去做spa 那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就介绍了 这个简单介绍 简单介绍 那可能以后你想自己看 可以来这里看 而且他春天的时候 很多樱花 越南看到樱花了吗 越南是在北部 在山上的冷的地方 很冷很冷的地方 还有樱花 春天可以看到很多樱花 那好了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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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座 说 还有很多的各所不同的姐妹学校 不同的姐妹 学校 在泰国 在南岛很大 叫南 cmềm 南岛很大 然后阴山昌大学是 Assumption University 在泰国 紧密學校